不准了,我不得而知,因为我的国语是在路边学来的,啊,我从前会讲大路边,人家会误会,因为我到了大陆,实际上小路我也没去过,啊,我连蓬佛都没去过,别说是大陆了, 所以这个,呃,能与国度就是所有的,呃,世界各国,成就为夷,显示他的出家人的,呃,向好庄严呢,完全合乎,这个比丘的条件,规规矩矩,有伟可畏,有仪可责,很有伟,呃, 啊,唯仪就是行住作恶事唯仪,啊,行住作恶事唯仪,读荷福比丘的条件,规规矩矩矩,这是身教胜过严教,他的身体表现了非常的庄严,不是庄模作样的,自然而然,他的这个唯仪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,啊,不是用庄的, 所以他在一切国度当中,他能成就为夷啊,以身教胜过严教了,上面,佛子住持善操住由,难以国度成就为夷,这这一段啊,赞叹,这些大乌罗汉的自立的, 他自己修行所得到的利益,戒定会都具足,啊,所以赞叹他的自立的,从佛转轮以下,是赞叹他的利他的,他的行菩萨道,啊,跟随佛行菩萨道度重生,从,随从,随从以佛,释迦牟尼佛转轮呢,因为他的句子是四个字一句, 应当是转法轮,啊,不要看错了,有人啊,这么笑话的解释说,他说跟着佛呀,去转轮王那边,做十殿转阎网,哈哈,这是笑话,这太好笑了,啊,他们转轮看错转轮王,说是第十殿的阎网转轮王,这是太大的笑话,啊, 因为他的句子是固定四个字一句,啊,应当详细就要写出,从佛转法轮,转法轮就是说法,佛到哪里说法,他就到哪里,干脆佛说法,啊,去做度化中生事业,说法为什么叫做转轮呢,轮子是圆形的,圆形的,啊,这个轮子圆形呢,说法,他叫做转法轮有两种意思, 第一种啊,把佛法转到众生心中,转过去,我这里说法,把这个法音转到众生心中,大家听到之后都受用,啊,所以叫做轮,这是运转的意思,第二种啊,他能推颤的意思,有破坏烦恼的受用,好像这个轮子,车轮在地面上转,车轮在走, 所有东西都被他,啊,压翻了,那么意思就是说,佛法转到众生心中,能把众生的烦恼,推掉,能把众生的烦恼破坏掉,能消除众生的烦恼,所以叫做转法轮,简单有这两种意义, 从佛转轮就是跟随佛到各地方去说法度众,啊,把佛法转到众生心中,妙看一中,妙,善调的意思,他很善调做度众生事业,啊,佛, 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有一段时间,是要入涅槃的,所以佛就是到八十岁,啊,说法四十九年,八十岁,二月十五,在撒罗双手下入涅槃, 那么如果将来佛入灭之后,这些大欧罗汉啊,都能,啊,去做佛的继续弘法的事业,所以妙看遗族,遗,遗留,佛所遗留下来的眼交,嘱咐于这些大比丘们,大欧罗汉,将来佛入灭以后,他就继续做弘法的事业, 佛入灭以后,因为佛还没入灭,之前摄利佛,穆迦连都先入灭,都先涅槃,所以佛入灭以后啊,就是摩侯家设,为第一代祖师,啊,佛入灭以后,领导佛法的第一位祖师,摩侯家设,第二位,就是欧南,啊,所以他们都是妙看遗族,一代一代传下去,啊,因为在绝集的时候啊,佛已经入灭了, 结集这个经文的时候,佛已经入灭了,所以才有这句话,啊,那么呢,结集的人,编辑文字啊,就是这些人,都堪能了,接受佛的遗教而加以,受佛的嘱咐而洪传下去,所以叫做妙看遗族,怎么样能够接受佛的遗族,而来做继续弘法的事业,注持佛法呢, 因为,因为他们是严禁,啊,批离,旧意,啊,新意叫做批拿耶,批拿耶,翻成中国话,正翻就是戒律,就是律,律,律,意思就是说,这些比丘,这些欧罗汉,他们都是持戒清净,啊,远维系的小戒都持得非常清净, 所以叫做严离,所以叫做严禁,庄严清净,持戒最清净,由清净的戒,残人发生,啊,禅定,啊,然后由智慧破除这个烦恼,啊,所以后文说,由戒深定,阴定发挥, 视着名为三无六学,啊,他们都是持戒清净的,所以严禁拼离,由这个戒境,就能够做红罚的根本目标的这个工作,是红犯三戒,红是红阳,犯做众生的母犯,啊,在欲戒色戒,无色戒的三戒当中啊, 他做众生的母犯,来做红罚事业,大家看着他的母犯,啊,好好的,去修学佛法,修学佛法, 接下去两句啊,更表现出这些欧罗汉不是平常人,而且也不是普通的菩萨,他必定是个大菩萨,为什么,验身无量, 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发生,从佛那能千百亿发生,而这些欧罗汉既然能够应身无量,不得了的, 他们最起码是个八地以上的大菩萨,啊, 您怎么知道他最起码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呀,因为, 所以,按照华严经十地平讲,初地菩萨,只能分身一百个世界,啊,分身百戒咒佛,而二地只能一天,三地一万,这样子十倍十倍增加, 那么既然,经文里面说,应身无量,无量是没有数量的,没有数量,就是他所限的身,啊,那等于是跟佛一样的千百亿发生,啊, 这种的功能,啊,按照菩萨的实地来说,最起码,第八不动地,第八地不动地,菩萨才能够应身无量, 因为,百千万一直加倍加倍加到第八地是,啊,这个数目是已经算不出来了, 所以叫做应身无量,这些欧罗汉,他们,因为他的根本说,最起码,八地以上的菩萨,才能应身无量, 应身做什么呢,度他众生啊,为了度众生才现身,不是度众生,不是度众生,不是瓦人的,啊, 啊,所以他不定,呃,该度的众生出现了,他就应身去度他,而且能限无量身,所以度脱众生,啊, 那么使众生度苦的写托,啊,叫做度脱,三界六道里面的痛苦啊,使他能够断除,啊,超出三界的写托, 最起码能超出三界,那么,生死就,啊,可以断除了,免治受三界里面的分断三十, 拔既未来,月诸成类, 拔,众生如果,举个例子说,如果他掉到水里去,能够把他拔起来, 免治逆死,众生在三界六道中啊, 啊,说无量苦,而这些,啊,大菩萨们,都用种种的拳桥方便去拔度他, 使他超出,记,是记度,啊,救济,啊, 那么众生有苦,救济,使他离苦, 这不是指当时,而且是静未来记, 未来,就是还没有到的,静未来记, 所有的,啊,可度,可度的众生,他都要一加一度脱, 所以叫做,啊,八经未来,月诸成类, 使众生超越三界,所有的成劳的,啊,劳累, 诸成劳,详细分,三界内,众生的苦恼, 有八万四千成劳烦恼, 这个八万四千成劳烦恼是很多啊, 所以叫做猪,啊,这些成劳烦恼是众生劳累啊, 很辛苦啊,各位觉得辛苦吗? 现在坐在这里,天经好像不怎么辛苦, 可是一天到晚,啊,为生活, 为种种的事物,辛苦得不得了啊, 无论在家,出家,男女,老,老幼,啊, 各个都是很辛苦,啊, 啊,除掉晚上睡觉,眼睛一睁开,啊,工作就来了, 接着就要工作,一天到晚,忙过不停,啊, 所以这个世间,在成劳之中啊, 叫你累得不得了, 无论对,要使众生超越出成劳的,啊, 这个累贩,使他免致受这个苦恼, 简单说,这些大俄罗汉,他都有能力啊, 度化众生,使他就近利骨的路, 显示这些大俄罗汉,都是大菩萨的功能, 我们应当要知道,这些,啊,通虚啊, 经文的通虚啊,都是到了佛入面以后, 结极,编辑金藏的时候,才加上去,加上去的, 所以绪分的通虚别虚啊, 这个通虚六种成就,也叫做经后虚, 经后虚,为什么叫做经后虚啊, 因为这是佛吧,经说完之后,一直到佛入面, 啊,五白欧罗汉编辑金藏的时候, 才把这个当时的绪分加上去, 因此他,这个绪分里面, 赞叹圣德呀, 都有他的,啊, 里面有特殊的功用存在, 哎, 现在这一部经, 因为是由欧南尊哲的这个特殊因缘而发起的, 发起因缘呢, 就是在三界里面的众生的生死根本里, 因发出来的, 那么,恐怕有人认为, 哎,这些欧罗汉, 他还没有, 在欧罗汉国之前好像也没有什么啊, 啊, 还抵不过沙比加罗前方天舟啊, 恐怕有人会生起这种侵畔心, 所以, 他在结极的时候啊, 对于欧罗汉的圣德, 赞叹有加, 因此这一段文的赞叹, 欧罗汉的这个赞叹的文字啊, 超过法伐经, 法伐经的赞得, 完全站在生文人欧罗汉的本身上在, 没有像这一段文说的都是菩萨道, 啊, 所以有人呢, 古代的这个, 这个诸节楞严经的, 这个诸家, 有人认为, 楞严经是法伐以后才说, 是佛说法伐经之后才说, 他会这样说, 这也是一个根据, 他看这个赞文啊, 赞叹圣德的文字, 就是认为超过法伐的赞叹, 如果没有经过法伐经的开祭贤本, 开权显食, 哪里有这些圣德呀, 前面的经文都不曾说过这些, 欧罗汉有这些圣德, 所以有人把它判作法伐后涅盘前, 啊, 不过, 按照这个宋朝的, 啊, 文灵借款禅师的说法, 他由, 啊, 楞严经要结, 他在要结里面说, 他说不能用这种看法, 他这个用意啊, 这里把欧罗汉都赞成这么高的境界, 是因为发起因缘的情况不同, 这里的发起因缘是完全是世间的龙徽生死根本的因缘, 那么恐怕有人怀疑, 这些欧罗汉没证过之前跟我们差不多, 嗯, 好像他在成老子中啊, 都好像差不多, 感谢刚才能救养, 真的要带我和我们差不多, 一分钟都可能会发起来, 这么多的结果 became这样的ո浏化。 还有前转身成的事件不可可悔,